另外镜头转到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十一长假七年修 有上看19亿出游人次 在北京故宫和长城都挤满游客 不过更多人没有来到这些景点 而是塞在了高速公路上 完全动弹不得 许多人忍不住下车 在车阵当中遛狗或是打羽毛球来消磨时间 另外其他人也喜欢往日本去跑出国玩 不过西一代违禁品入境的乱象层出不穷 汽车卡在高速公路上动弹不得 拉远来看 红红的刹车灯有如红龙般绵延数公里 中国十一长假七年修 上看19亿旅游人次 但出游卡在车阵中实在扫兴 就有民众下车遛狗节节闷 甚至在隧道里打羽毛球消磨时间 旅游网站估计 北京是中国国内旅游最受欢迎的目的地 故宫和长城等景点挤满游客 不过连假前也传出悲歌 上海一间超市9月30号晚间 一名37岁男子持刀随机砍人 酿成三死十五伤 男子来自农村地区疑似因为缺钱花用 郁闷想要发泄 加上日前发生日本学童遭砍杀身亡的悲剧 日本大使馆呼吁在中国的日本公民特别小心 不过十一长假 中国旅客还是喜欢往日本跑 携带违禁品的乱象层出不穷 一名上海女子带了一次半熟蛋 想入境雨田机场被挡下 直接抓了鸡蛋吃 想证明是熟的 强调只是烹调方式不同 但最后人被没收只能摸摸鼻子离开 有人好比喻